第211章 兵不厌诈 下场赢回来 听到楼城这句话 林雀没再开口 只微微点了点头 但眼神里已淡去了失望和不甘 重新燃烧起了不够浓烈 却绝对纯粹的战意 此时 孙健走到了两人身边 半开玩笑半自嘲地说道 我之前一直说 你们两个同时存在 会把我的出场机会剥夺掉 可现在的我是多么地希望你们两个 不要让我有这样的上场机会 如果是网络聊天 他简直想配一个笑哭的表情 楼城险些被他逗笑 故意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好打 尽情享受职业酒品的招呼 享受 孙健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抬头看了看脸不红气不喘的卓燕君 有种青蛙即将去挑战毒蛇的错觉 状态近乎完好的强职业酒品 怎么打 这不叫享受 叫受虐吧 不过 不这样直面一回职业酒品 又怎么照得清楚自身的问题 又怎么敢在毕业季面对自家父亲 他吸了口气 对着林雀伸出了右手 林雀的神情重归 淡漠 但还是抬起胳膊 与孙健的右掌击打了一下 心里学习得他很清楚 类似的仪式都是在培养集体感 增强凝聚力 但他不愿意揭穿 不愿意将自身排除在外 孙健越过两位同伴 沿着石阶 灯铃擂台 心里虽然不像李茂那样紧张 但还是忍不住在打鼓 自己与卓燕君之间的实力差距 可不是靠喊喊口号 挥洒热血就能填平的 去年陈长华挑战林雀的时候 本身已算是业余一品里的佼佼者 自我感觉良好倒想参加职业定庭赛 结果输得毫无脾气 输得一塌糊涂 之后他又苦练了大半年 直到上个月底 才成功突围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职业九品证书 卓燕君被评价为强九品 那实力应该和上学期的林缺差不多 甚至会强上那么一点点 而现在的自己 写作业余三品 读作业余二品 比那个时候的陈长华 依然要弱 不少 一增一减 差距可想而知 算了 打出风格 打出精神 孙剑自我宽慰了一句 摆好了姿势 等到裁判宣布开始 他按照预定 不坐有斗 出人一表地进行了抢攻 弯曲的腰背和膝盖一挺 猛虎下山斑 扑向了对手 卓燕君虽然有点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变化 但实力在那里 底气十足 不惊不慌 往前一个胯步 封住了孙剑步法变化的路线 右肩扎进 胳膊如见竖劈 啪 孙剑右臂肌肉骨障 发力一抖 拳头胸猛地砸了出去 砰的一声挡住了对手的劈砍 就在这时 他关节啪的弹动 发了寸镜 五指齐张 变拳 未抓 于电光石火之间 拿住了卓燕君的小臂 分花扶留手 卓燕君手臂一软 化作面条 紧跟着发劲一抖 绷紧为一口宝剑 一根铁杆子 直接将孙剑秦拿的手指 但甩了出去 他顺势侧身 腹肌骨胀 筋膜扯动 将左肘当作短剑 击刺而出 这是飞流拳连绵与玄水 剑法进身次的融合 又急又快 异常紧凑 孙剑来不及闪避 也没时间用双脚发力 只能勉强驱使肩膀 摆臂横蓝 碰 他被打得倒退了一步 而卓燕君的 势不饶人 连绵出招 短短几下 就让他手忙脚乱 最终被一剑刺中了 胸口 痛得差点避过气 张敬业等人陷入沉默 唤来了主场观众们 矜持的鼓掌之声 呼 楼成和颜哲科他们 齐齐吐了口气 神情都有点郁郁 虽然这是预料之中的失利 虽然还有翻盘的 机会 但输掉就是输掉 结果不会让人高兴 看见东陵电视台的 现场记者过来 楼成忙收敛心情 侧头询问起颜哲科 我的表情没问题吧 没有 颜哲科明嘴一笑 眼眸明亮道 加油 嗯嗯 楼成将身上披着的 白色大毛巾取下 站了起来 你好 楼成同学 我是东陵电视台的记者张海 能采访你几句吗 记者同志说着 千篇一律的开场白 楼成没有掩饰失败的成语 可以 张海是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长得相当有亲和力 文言微笑道 楼成同学 你们今天发挥的 已经足够好了 如果说满分十分 我会给你们打九分 我看过你的资料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 遭遇状态完好的 八品单进吧 有什么感想 楼成故作沉引道 很强 各方面都被压制 不过 我觉得自己 还能发挥得更好 哦 为什么这么说 张海饶有兴致地问道 楼成苦笑一声 可能是太在意 也没什么经验的关系吧 我第一场打得很急 总想着一下 就把对手解决掉 不仅犯了很多错误 还把这种情绪 带到了第二场 在关键时刻 没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他没戳破侯月 有异能的事情 并且装作茫然不绝 以便下一场的时候 东陵战队 依旧将这点 作为一掌之一 兵不厌诈 明白 你才学武大半年 经验方面有欠缺痕 正常吗 不用太在意 张海宽慰了一句 又按照提纲继续发问 几个问题之后 他礼貌终止 前去采访林缺 楼成 往后退了两步 靠到严哲科身边 压低声音道 可可 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会不会被人看出 在撒谎 会不会让东陵战队警惕 严哲科离窝凸显 浅笑点头 很诚恳很真实 说到这脸 他眼波流转 似笑非笑道 感觉你好会撒谎哦 以后会不会这样 骗我 这 楼成嘴巴半张 竟无言以对 这和他预期的答案 截然不同 不是该表扬我吗 这个欺骗战略 是你教我的呀 感觉又被套路了 念头转动间 他好笑道 我这点小心思 怎么瞒得过言教练你 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 嗯嗯 严哲科先是点了点头 接着翘脸一板道 骗谁也不会骗我 说 还想骗哪个女孩子 这都是套路啊 楼成瞠目结舌 不敢随便接话了 看见他呆了猛逼的样子 严哲科终于 忍俊不住 扑斥失笑 彻底平复了 今天遗憾失败的陈玉 傻乎乎的橙子 真可爱 而另外一边 张海站在灵缺对面 照例先说了开场白 然后问道 灵缺同学 你今天面对了 八品单镜的连续爆发 有什么感想 灵缺拿着擦汗水的 白色毛巾 平淡道 很强 还真是惜字如今啊 张海保持着微笑道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 课对更衣室 输了 这是什么答案 我问的是 评价 张海一头雾水 不远处的严哲科 则叹了口气 低声对楼成说道 我哥的字典脸 输了就代表很差 输了就等于很差 楼成忍不住 咀嚼起这句话 虽然自己也会 讨厌任何的失败 但不可能像灵缺 这么极端 还真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性格啊 想到这脸 他小小的同情了一下 可怜的张记者 采访自家大舅哥 需要配备翻译的 返程的道路 依旧是奔波 五道舍一行人 回到松大兴校区的时候 已接近晚上九点 途中 为了方便 直接吃的高铁餐 看见严哲科难眼疲惫 楼成也没再诱拐他 去湖边散步 牵着他的手 慢走于步行街 目标三栋宿舍 快到门口的时候 他想到 奖金已经入账 可以买戒指了 于是开始斟酌语气 准备邀请严哲科 明天逛街 以两人现在的亲密 约会原本不用 如此郑重的开口 但楼成希望的是惊喜 所以在考虑找什么借口 严哲科眼眸 网上看了看 有些害羞 又有些为难地想 自己要不要主动提议 明天约会 趁机拉橙子 去买戒指 给他一个惊喜 如果要提议 又该怎么说呢 就在他抿了抿嘴唇 眸光望向旁边 即将说话的时候 突然听见楼成微笑开口 可可 明天陪我逛街吧 我舞蹈鞋之前 不是又坏了吗 得补一两双 楼成 还没说完借口 好呀 嗯嗯 楼成不知道 女孩为什么会笑得这么开心 但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回到宿舍 楼成发现小寝室空空荡荡 顿时就明白 赵强他们会在东陵游玩一天 以做联谊 则 也只有女孩子 能让阿强短暂抛弃学习了 他含笑摇了摇头 提着热水瓶 走出了小寝室 准备洗烁 就在这时 他听见要是扭动的声音 看到大门打开 蔡宗明走了进来 你回来了 楼成吓了一跳 蔡宗明黑黑一笑 surprise 惊喜你个鬼啊 楼成疑惑地 看了看小明同学的背后 阿强 他们呢 还在东陵啊 明天下午五点的动车 蔡宗明一脸的理所当然 那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楼成好笑问道 蔡宗明嘖嘖道 我明天上午有特训啊 再说 我都有女朋友的人了 帮他们撮合一下 就行了 没事看劳魔秀恩爱啊 哦 楼成坏笑着表示了理解 并感慨了一句 嘴王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坚持特训 蔡宗明脸色一正 当然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然后 他故作激昂地道 橙子 下学期的替补习 由我来弥补 第212章 施老头的教诲 替补习 由你弥补 楼成上下打量了蔡宗明 几眼 肩膀糊的一抖 右手闪电探出 张开五指 抓向了对方的左边胳膊 他的武功已练到了各处 微小的肌肉 仅是手腕手指之力 不说扯断铁链 至少能生死血肉了 此时五根铁指洞穿气流 竟发出了若有似无的尖力呼啸 气势十足 蔡宗明吓了一跳 左臂当即后摆 以臂锋芒 而楼成一抓是须 跨步未真 左脚恰到好处赶上 侧身贴住了小明同学 一靠一挤 便让他往后退了一步 撞到了简易沙发的靠背 失去了平衡 即将仰天栽倒 这个时候 楼成右手在身 闪电拿住了蔡宗明的胳膊 巧劲往回一拉 让他恢复了平衡 他看着一脸莫名其妙表情的小明同学 竖起右手时只摇了摇 笑明你道 太弱 这水平就像支霸舞蹈社踢补席 蔡宗明反应过来 一下被气乐了 你呀太贱了 贱得我想打你 楼成也乐了 来来来 不打是小狗 蔡宗明 险些气地吐出一口牢血 庄严肃目道 我这种有文化有素质的人 怎么可能动手动脚 来 有本事咱们比游戏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 随便你挑 好啊 谁怕谁 有女朋友之前 楼成也是爱玩游戏的少年 但现在时间太紧张 根本不够用 只能偶尔休闲一下了 最终的结果 楼成惨败 因为他认为 回言折课的消息 比玩游戏更重要 关键时刻屡次耽搁 惨遭了小明同学蹂躏 而蔡宗明之所以不回消息 是因为他的 学霸女友方圆 还沉迷于自习 放松了心情后 又是一成不变的锤炼 一日清晨 天未见亮 楼成便出现在了微水湖边 按照预定的流程 将禁装动装和打法 一一重演 熟能生巧 这一次 他分出了较多的时间 在修炼当头棒喝 这简化版外纲招式之上 想要尽快入门 想要以此对付周政权 既然到了必须 三比一翻盘的局面 既然队员哲科和灵缺 都表示了 赢回来的渴望和自信 那就得抓住任何一个 可能提升自己 而目前为止 自身最强杀招的炼成 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做男人就不能怂 大江冰封 雷云密布 楼成努力地将两种观想法 紧密衔接 以完成冰霜镜与震禅 最初步的柔和 可这方面的难度 实在超乎了他当前的认知 只觉两种观想法 彼此排斥 想无缝切换 只能一点点地适应 一点点地体悟 一点点地交融 似乎没有捷径可走 这让他练得有些心浮气躁 不得不睁开眼睛 吐纳清晨新鲜的空气 以贫富种种涟漪 旁边悠闲看着的诗老头 笑了一声 想在星期天之前 练成当头棒喝 总得试试嘛 楼成老脸一红 失老头背手走了过来 笑呵呵的 哪怕他只是简化版 外纲招式 也不是你想一想 就能搜得一下练成的 而且就算你真像前面几次一样 创造了奇迹 敢在周末比赛前 勉强入门 初步掌握 也没什么用啊 你觉得周政权 会像个木庄子一样 站在那里 等着你准备好 当头棒喝 等着和你硬碰硬 你的冰霜镜 都需要短暂的时间 来完成 何况刚刚入门的 当头棒喝 你要是真把希望 寄托在这一招上 到时候 就会像三岁的小孩 吃千斤铁锤 不仅打不到敌人 反而容易伤到自己 楼成听得 倒吸了口凉气 深感师父说的很有道理 自己还是想得太乐观了 与经验实力 都超过自己不少的 八品单镜 交手 不熟练的杀招 只会是败笔 师父 那我该怎么做呢 楼成终于想到了 请教 师老头咳嗽了两声 作为一个人生路上的长者 作为你的授业师父 老头子 我有责任跟你说几句 失败和挫折 不是想避开 就能避得开的东西 现实不是你们玩的游戏 不是每一个关卡 都在你能力范围内的 纵观武道发展历史 只有 那么极少数天赋和运气 都首屈一指的前辈 才能办到 一生未尝一败 而在职业赛兴起后 强者交手次数俱增 这种壮举 已经不可能再复制了 强如龙王 武圣 以及 说到这里 都品尝过失败和挫折的滋味 对你来说 早点经历 这个不是坏事 未失见过很多天赋横溢的 年轻舞者 出道的时候 顺风顺水 屡战屡胜 以至于自信心 膨胀到了极点 当他们遭遇了一场 出乎意料的惨败后 大多数都难以接受 留下了严重的心灵漏洞 从此提升缓慢 泯然众人 不早不晚的失败和挫折 能让你认清自身的极限 认清一年内的极限 十年内的极限 从而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该为什么痛苦 不该为什么痛苦 真正历经多次生死搏杀 而活下来的舞者 都有这样的特点 知道什么 不可畏 知道什么是冒险 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 楼承厅的若有所思 微微点头 确实 经过周正权一战 自己察觉了经验上的欠缺 和境界上的差距 打败卫胜天后 对八品丹镜产生的少许轻视 彻底烟消云散 若非如此 自己也不会想着 苦练当头棒喝 而这样的失败 只会让自身更加笃定 没有太多的痛苦 和信心的动摇 一年之后 与周正权单挑 自己未必就不能战而胜之 不过 老实说 真不觉得这算什么挫折啊 师父 我明白了 楼承土出口 浊气回答 不过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 我们有翻盘机会的 失老头嘿嘿一笑 现在 继续练当头棒喝呀 呀 楼承一脸猛逼 我读书多 你可不能骗我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失老头神情悠然道 练当头棒喝 不是为了把它练成 而是借助这个更进一步 把握冰霜镜和雷阴正缠 这才是你拼周正权的本钱 懂了 楼承恍然大悟 自己险些就误入歧途了 将还是老的辣 等到楼承苦练完毕 开始绕虎跑圈 失老头才哼着小曲 像是喝了十斤的美酒 失失然走向武道社 之前那番话 他憋了好几个月 现在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 真是身心舒畅 只觉天也蓝了 谁也轻了 酒也好喝了 空气也好闻了 为了准备那段教诲 我精心挑选了几个严谨 而一身的词语 并且专门请教了 隔壁的年轻老师 选择了青少年 最能接受的游戏 做比喻 我容易吗我 失老头美滋滋地喝了口酒 下午两点 楼承小睡起床 缓解了之前苦恋的疲惫 想到接下来 要和严哲科去逛街 要找机会 送他象征意义 重大的戒指 他一阵激动 一阵兴奋 赶紧冲入洗漱间 将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把头发梳理得清清爽爽 穿什么衣服好呢 送戒指 是不是该穿的正式一点 没经验的楼城 回到衣柜前 陷入了沉思 现在是五月中旬 最近几天 还艳阳高照 短袖T恤加牛仔裤 是主流搭配 回忆着 小明同学的指导 他挑了一条休闲裤 和一件藏青色衬衣 想了想 又加了薄外套 虽然这个温度 披肩外套出门比较傻 但商场里 应该已经开了空调 到时候 磕磕如果感觉冷 衣服就派上用场了 哈哈 楼城自我感觉 良好的出了门 来到了三栋宿舍门口 没等几分钟 就看见颜哲科 出现于单元门洞 他穿着半袖 白色连衣裙 腰部位置收缩 凸显出了纤细 下摆 刚好在膝盖以上一点 有着薄纱皱皱 飘逸清零 加上他五官精致 轻力秀美 行走之间 长发飘飘 当真让楼城 有种看见小仙女的感觉 虽然每天都能见面 虽然觉得已经习惯 但他依旧会时常惊念 越看越美 这或许就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颜哲科脚下 踏着一双小白鞋 没做太成熟的搭配 将他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 最迷人的青春与纯美 尽情展现了出来 感受到男友 灼热喜爱的目光 他略显害羞 勾勒着酒窝 望着旁边 故作若无其事道 走吧 楼城握住他的手掌 厚着脸皮 压低声音道 我刚才以为看到小仙女了 颜哲科明眸一横 似撑似喜道 你好肉麻哦 嘿嘿 楼城笑了一声 这才注意到 女孩背着一个 浅局红色的胯包 为周身的素淡妆 点出了一抹亮彩 以免失之单调 我觉得你这个包包好眼熟啊 他嫌扯道 就像是 就像是 颜哲科明嘴一笑 帮他补充道 就像是老太太们 去上乡拜佛十倍的 那种土黄色包包 对对对 除了颜色不一样 其他都差不多 楼城用力点头 我也不知道 外国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颜哲科轻笑一声 我记得 LV有款红白蓝的手提袋 就和我们的编织袋差不多 哈哈 就是 我也看过那个新闻 楼城复合着笑道 然后疑惑表示 可我记得新闻里 是路易斯威登啊 颜哲科忽然扑斥失笑 转头看了他一眼 眸光流盼道 笨蛋 LV就是路易威登的缩写啊 楼城抹了把 并不存在的冷汗 我一直以为 他们是两个牌子 又学到新知识了 颜哲科低笑了几声 我另外一个表哥有女朋友 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嗯 记住 他还有个绰号教律牌 男生和女生的知识领域 真有差别啊 楼城再次感觉 颜教练果然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两人一路闲扯着各种事情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直到登上校车 并排坐下 才豁然安静了 刹那 等下要按照预定的机会 以惊喜的方式送戒指 楼城勤着笑 望着过道 发现自己的心思 等等 要护送戒指 多不好意思啊 而且要怎么暗示 城子呢 总不能我直接提议吧 颜哲科扭头望着窗外 又修又洗 第213章 计划通 校车缓缓启动 颜哲科收回心思 记起了某事 拉了拉楼城的手掌 扁了扁嘴道 城子 我们那个欺诈计划 应该是没用了 为什么啊 楼城一脸茫然 反握住女孩的左手 颜哲科略显懊恼地回答 我忘记施教练了 他是外纲强者 文胜派的长辈 不会天真的觉得 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哎呀呀 好丢脸啊 作为舞蹈社的智商担当 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都怪之前比赛的时候 施教练的存在感太低了 分析敌我情况 都是自己做的 一不留神 就忘记 还有这么位老前辈了 对 都怪他 某城当时没细想 现在听女友这么一说 立即就醒悟了过来 也是啊 主要是选拔赛的时候 我们就跟没妈的孩子一样 我都快忘记 我们还有教练了 你也这么觉得啊 差点热泪盈眶 可怜兮兮地望向楼城 轻轻晃着他的手 对吧 不是我的错 而且 比赛完到现在 他都没提醒我 这点 楼城反应了过来 难难自语 以前去打小五升 擂台赛的时候 师傅也没指点过 初次实战的注意事项 不知道他是忘了 还是太懒 或者故意给我磨砺 严哲科找到了同盟军 释怀了奥卯 念头转动 若有所思道 说不定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呀 什么意思啊 楼城疑惑问道 严哲科抽回先掌 解锁了手机屏幕 点开了记事本 一边飞快打字 一边给男友说道 你看 我们的思维深度是这样的 在第一层上面 我们假装没察觉猴 越有异能 而文胜派知道 我们有外纲强者 看穿我们是在假装 不会上当 于是将原定的计划 A改成了B 再往下想一层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思维深度 称为第二层 我们想到了 外纲教练这个破绽 明白了欺诈计划失败 知道文胜派 不会再按照原定的 他们应该也能想到 我们会察觉这个 其实我们察觉不了 外纲教练也会提醒 所以 改进版的计划 更出乎意料 楼城听得有点迷糊 但好歹也是凭本时 考进松大的学生 勉强还是把握住了重点 可可 这种思维深度的游戏 能一直往下循环吧 你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什么的 对啊 思维深度的分析 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要准确判断 对方在哪一层 然后让本身比他更深一层 严哲科飞快打字 专注地分析到 我们现在的资料 侧重于东陵战队成员的 武功打法 缺少他们性格习惯 和为人处事方面的东西 暂时只能做初步的判断 他们的思维深度 大概就处在第二层 听着他认真的讲述 看着他专注的 神情 楼城只觉 这样的严哲科 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美得自己一不开眼睛 他运转敏锐的感官 确认了周围没什么注视 于是将手臂一撑 挡住最有可能到来的视线 身体叹了过去 脑袋埋下 在女孩粉嫩昙滑的脸颊上 飞快啄了一口 不过 他们很可能选择更稳妥 更保守的策略 严哲科正露出思索的表情 呼的 发现眼前一暗 蒙上了层阴影 接着就感受到了 自己脸上突如其来的温热 他猛逼了几秒钟 又惊又羞的压低声音道 你干什么呀 这可是校车上 楼城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重新坐直了身体 注视着女孩的眼眸 滴滴笑道 刚才的严教练好美 严哲科顿时 明白了过来 羞的翘脸通红 哼了一声 忍住嘴角的笑意 扭头望向了窗外 眼波流转道 色狼 他的侧脸艳若桃里 楼城志得意满 嘿嘿一笑 对色狼的称呼 甘之若移 过了几分钟 脸颊的滚烫消吞不少后 严哲科心虚的抬头望了望 周围 只见大家都在午后的阳光 和绿微摇晃的行驶中 昏昏欲睡 呼 他悄然吐了口气 心里甜丝丝的岔开了话题 橙子 你的那个简化版外纲招式 练到什么程度了 橙子的脸皮 真是予日俱增 刚才那种肉麻的话 都能脸部红气不喘地说出来了 楼城仙将自家师傅的提点讲了一遍 末了道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当头棒喝 不是想练就能练成的 我连第一道难关都还需要火候 第一道难关 是你之前说的两种观想法的衔接 严哲科对男友对武道的事情 都充满了 好奇 两者一重合 效果远不止一加一 看着女友炯炯有神的眼眸 楼城无奈点头道 是啊 一个雷云 一个冰封 不仅没什么共同 还互相排斥 严哲科灵动的 眸子往上看了看 陈英道 我爱公家阴阳转的核心 是阴与阳 这对矛盾事物的转化 用唯物辩证法来说 就是对立于统一 橙子 我觉得 你该往这方面 想一想 说到这里 他笑阴阴拿过楼城的小臂 在他手背上画着圈 这个符号就很形象呀 楼城凝目看着 用心体会着 低声自语道 太极 对立于统一 阴与阳的转化 念头分涌间 他忽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参照 自己体内的金丹 不就是冰与火的对立统一吗 那能不能模仿他 不求两种观想法的衔接 直接把它们柔和在一起 形成类似的平衡 那样一来 最后打出的当头棒喝 会不会出现变异 楼城越想越是兴奋 握住严哲科的手 诚恳地看着他道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不愧是严教练 真的 严哲科也是惊喜莫名 又开心又骄傲 嗯 楼城隐含迫切地道 等明天早上试一试 严哲科没有接话 抿住了嘴巴 勾勒出含笑的唇线 只觉特别有参与感 特别有成就感 松诚名声不小的一家商场内 严哲科接过店员手里的盒子 递给楼城道 你试试这双 楼城瞄了一眼价格 小声道 不用买这么贵的吧 反正很容易打坏 当初严哲科送的第一双舞蹈鞋 因为有特别的意义 他都没怎么舍得穿 只偶尔做平时的锤炼之用 事后 还会第一时间擦干净 爱护他 就像在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是太贵吧 严哲科顿了顿 岔开了话题 浅浅一笑道 我是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 好的舞蹈鞋 有助于你发力 虽然可能只有1% 或者不到的提高 但也总比没有好 再说 杂牌子的舞蹈鞋 也没便宜多少啊 只要不是修炼金钟照 等绝学的舞者 在外纲进阶前 始终还是肉体繁胎 激烈打斗时 如果赤脚踩到了尖锐的事物 很可能因自身的发力 而弄伤自己 舞蹈鞋是一层防护 不是必要 谁也不会故意弄坏他 没便宜多少 楼成好笑吐槽了一句 那可是好几百块钱呢 能当以前的自己 一个月的伙食费 他虽然在小学后 三年和初中经历过苦日子 但有着爷爷奶奶 和堂哥他们的照幅 再加上本身的性格 爱钱归爱钱 没养成吝啬的习惯 如今正值刚凭本事 赚到了大笔额外收入的阶段 信心十足 少年义气 花钱甚至可以说 有点大手大脚 当然 他是为颜哲磕舍得花钱 对自己有点节省 此时此刻 他紧记着 颜教练说什么 都是对的 这条准则 没有反驳 试了一双又一双 嗯 我们去飞越那个牌子再看一下吧 颜哲磕扫了掩饰过的鞋子们 愉快地做出了决定 带橙子 挑东西 他觉得比自己买衣服 还开心 还看 楼成有种 我刚才那么久 到底做了什么的茫然感 颜哲磕理所当然地回答 对啊 货比三家吗 其他家说不定还有什么活动和折扣呢 你不是不在意这点便宜吗 作为颜教练的好学生 楼成疑或发问 颜哲磕横了他一眼 鸣嘴浅笑道 这和买便宜的舞蹈鞋不一样啊 反正 我们都要买好的舞蹈鞋 有打折 不就等于我们赚了吗 虽然不是太多钱 但我就喜欢这种赚的感觉 这是什么逻辑 楼成目瞪口呆 颜哲磕得异地微微仰头 女人的逻辑 好吧 楼成无言以对 跟着颜哲磕 去了一家又一家的专卖店 最后回到第一家 挑了试过的第一和第三双舞蹈鞋 我试了这么久 到底是为了什么 楼成抹了把不存在的冷汗 收赢的时候 颜哲磕拿出了自己的卡 我来吧 楼成阻止道 颜哲磕故作傲交道 我要拿到奖金了 我想给我的男朋友买点东西 是男朋友就点头 好好好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楼成还能怎么着 只好带着些甜蜜的点了点头 颜哲磕付好钱 兴致很高地指了指 上面一层 再去看一下衣服吧 感觉你就那么几件夏天穿的 嗯 你现在特别适合穿修身的 好 楼成提着两个袋子 跟在了女友身后 他以前在网上经常看到 男人因跟着女朋友 或者老婆逛街而吐槽 最常见的类型就是 男的坐着休息 却累得快要瘫痪 然而 现在他想说 最累的不是这个 是你女朋友 不断地让你是这个是那个 虽然很幸福很甜蜜 但确实让人身心俱疲 就不能很快挑好 快速买下马 也就我这种体力变态 才能甘之若疑吧 楼成骄傲地想着 当他手上又多了几个袋子以后 颜哲科终于逛到了商场一楼 楼成看着附近的几家知名珠宝店 开始考虑 怎么把磕磕又拐过去 就在他想好说辞的时候 颜哲科兴高采练 脸庞粉扑扑地道 橙子 我们去看一下手势吧 咦 这么简单 楼成愣了愣 忙不迭点头 好 等一下鼓动磕磕是套戒指 记下他喜欢的类型 和他手指的寸号 接着假装不满一品种 带他离开 然后借口去洗手间 跑回来 买下 吃饭的时候 给他惊喜 嘿嘿 楼成最后推敲了一遍自己的计划 只觉完美无缺 他连送戒指的时候 该说什么都想好了 第214章 任重而道远 颜哲科直视着前方 都不敢侧头看身边的楼成 随意挑了家珠宝店 慌不择路地冲了进去 杨庄欣赏着首饰 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可不能被他发现 我的目的了 那样多不好意思啊 还好我机智 提议前就没让他牵手 要不然一听进就露线了 等等 怎么暗示他呢 楼成追随着颜哲科的目光 打亮着玻璃柜台里的戒指 心脏同样扑通扑通乱跳 十几万 七八万 五六万 最便宜也得一万多 和他们一比较 我的私房钱简直寒酸 楼成半年 赚到三万多的钱藏 得意消散了大半 有点自卑 但更多的是渴望 是冲劲 趁年轻 趁还能拼搏 一定要出人头地 而在舞者的领域 按照自家师傅的说法 丹静才算真正入门 颜哲科压哥 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缓了几十秒才回过神来 他扫了一眼里面的手势 神情自若地走了几步 换到了薄金戒指柜台 认真地挑选了起来 看到这里的价位 楼成才感觉重新回到了人间 寻着女孩的视线 指着一枚样式简单的经典款问道 要不试一试 啊 这么主动 颜哲科正了正 故作寻常道 好啊 他和楼成的气质皆是不俗 店员戴上手套 笑容可惧问道 这位女士 你戴几号的戒指 我以前没买过 麻烦你帮我亮一下 颜哲科坦然大方地回答 并不觉得以前没买过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好的 店员转身寻找着器物 对楼成来说 这就是重头戏了 目光炯炯 耳朵微动 颜哲科望了他一眼 总觉得城子有点奇怪 终止是11号 这枚戒指刚好 店员看着女孩左手的数据说道 那无名指呢 楼成忍不住插嘴了 颜哲科心头一动 隐约察觉到了自家男友的可欠 脑海思绪一转 顿时将转播奖金下发 突然地逛街邀请 以及主动的世代建议等串联了起来 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城子想送我戒指 他嘴角一点点勾起 笑意怎么都掩饰不住 漆黑如墨的眸子里 闪烁着灵动的璀璨 身无彩凤霜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脑海内一下就浮现出了这句诗词 心里暖暖的 甜甜的 无名指九号 店员完成了测量 将楼成之前说的那枚戒指取出 帮颜哲科带到了中指 微笑恭维了一句 很适合 很漂亮 再看下其他的吧 没等楼成寻觅说辞 颜哲科主动开口了 他吞下戒指 故意看了看手机 忍着笑意 一本正经道 城子 我有见识问你 什么事情啊 楼成任由自己被女孩 拉出了珠宝店 停在了旁边的角落里 一头雾水 颜哲科背齿轻咬 似笑非笑道 你是不是想送戒指给我 呀 楼成一下就被打懵了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说好的惊喜呢 女孩翘脸一板 不准骗我 楼成老脸一红 只好坦白道 是啊 我想着 之前就想着发了 选拔赛奖金 就送你一枚戒指 我们正式交往 也快一百天了 小孩子满百 都会庆贺 求长命百岁 我们的感情 也像 也像出生的孩子 一百天的时候 也要有个好兆头 长命百岁 白头 白头偕老 这是他准备好的 送戒指时的话语 预想之中 惊喜一旦造就 气氛变得足够的合适 会相当的感人 相当的诚恳 可现在什么都还没弄好 突然就不得不开口 真是怎么说 怎么别扭 他的感觉没错 氛围不对的情况下 颜哲科越听越是想笑 这都什么跟什么 橙子这是什么奇怪的比喻 他的笑点被触动 一手捂着嘴巴 一手按着肚子 笑得花枝乱颤 哈哈 橙子这次的表白 我能记 记一辈子 乐一辈子 什么刚开始的感情 就像出生的孩子 还要过满百 哈哈 要不要再百个百岁宴 楼城吸了口气 无奈地看着笑点 变低的自家女友 能把她逗了 也算成功吧 颜哲科笑了一阵 渐渐平息 回味着楼城刚才的话语 不知为什么 又有点心弦被波动的感觉 他两颊因刚才的失效 愈发粉嫩潮红 眼眸精亮有神地看着楼城 哼了一声道 既然你诚心诚意想送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 可是 戒指都成双成对的 我有你没有算什么 男女朋友 说着说着 他的视线 就忍不住望向了旁边 不敢与楼城对视 楼城瞬间忘记了 刚才的尴尬 用力点头道 不行 你的那枚戒指 要我送的才有意义 颜哲科一步一步诱导 终于给自己的这句话 铺垫好了前奏 嗯 举重若轻 毫无烟火之气 也是 楼城欣喜拉住女孩 那我们去挑对戒吧 说到这里 他忽然觉得 这件事情的发展 像是被安排好了 刚才谁主动提议看守势的 我似乎大概可能又被套路了 他忍着莫名的笑意和温暖 试探着问了一句 可可 你是不是 原来就打算带我来挑戒指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颜哲科的翘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扭头望向旁边 斩钉截铁回答 他原本想直接说没有 但又不想对楼城撒谎 城子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楼城见好就收 像是偷到了小鸡的黄鼠狼 笑眯眯拉着颜哲科虫回了珠宝店 这一次 他们看的是薄金对剑 一番挑选 颜教练拍板 两人买了一堆样式简单 而经典的戒指 上面 只有两条螺旋线 绕着指环交汇于最前方 女戒更便宜 一千一百多 刷卡负账 楼城拎着大包小包 左顾右盼 想寻找安静的地方 亲手将戒指给颜哲科戴上 至于戴哪只手哪根指头 他早就查过了 左手中直 颜哲科含笑看着他寻觅 故作不经意道 四楼有家咖啡馆 是吗 楼城下意识反问 接着不做怀疑 感慨了一句 你观察可真细致啊 我当时应该在享受和他逛街的滋味 碰病快乐着 颜哲科的意扬了扬头 当然 我可是名侦探 四楼 圆木咖啡 两人找了个四周无人的角落卡座 这一次 楼城特意坐在了颜哲科的对面 打开了女戒的盒子 郑重拿起了他的左手 颜哲科轻咬着嘴唇 飞红着脸蛋 两甲酒窝影线 眸光有些躲闪 但还是坚定地看着楼城的动作 看着他将戒指汁中枝地 套在了自己的钟指之上 刹那之间 他觉得周围的气氛 都变得很庄重很正经 不像是小情侣之间 过家家了 楼城一边 慢慢地将指环往下推着 一边半开玩笑 半发自肺腑地说道 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是我媳妇了 说出媳妇两个字时 他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这将是自己之后 一生里最神圣的责任 这一次的戒指很普通 以后 我会越送越好 订婚的 结婚的 纪念日的 颜哲科扑痴失笑 想称骂一句 想得美 但粉唇张了张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楼光如有罪意地 看着楼城完成了仪式 然后 他也打开了南界的盒子 捏起指环 将楼城的左手拿了过来 身体微微站立地 帮他待遇终止 眼眸望着 两人交相辉映的界面 又娇羞又明亮地说道 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是我家的橙子了 他最初的声音 细弱文锐 说着说着 便顺畅了起来 习惯了起来 大胆了起来 坚定了起来 听到这句话 楼城心里 澎湃着激动和满足 很想将心爱的姑娘 揉入怀中 与他分享自己的激情 自己的感受 但咖啡馆 环境不够隐秘 常有客人来往 他只能控制着心绪 坐到颜哲科旁边 让他侧靠着自己的胸膛 抚摸着他顺滑的乌发 颜哲科就这样静静靠着 听着楼城热烈的心跳 感受着他溢于言表的喜爱 享受着那无言的温柔 好半天之后 他呼得失笑 自言自语斑道 我想到了一个词 什么 楼城嘴角含笑地问道 声音很柔 不想打破那种安宁的喜乐 颜哲科伸手还住他的胳膊 嘀笑着道 你猜猜看 楼城脑筋转动 想了想自己的感受 不太确定地道 私定终身 嗯 颜哲科脸颊飞红地做了 肯定 心有默契 横生 楼城看着他娇羞的样子 忍不住泛起了逗弄的心思 可可 我们都交换过戒指了 是不是该改一改称呼了 改什么称呼啊 颜哲科一脸的无辜和茫然 老公老婆什么的 楼城厚着脸皮 黑黑笑道 颜哲科顿时又羞又闹 伸手轻垂了他的胸膛 一下 想得美 享受完咖啡馆里 漫无边际又无话 不说的相处 愉快地吃过蔡宗明推荐的一家本地菜 两人手牵着手 穿过老校区 坐上最后一班校车 回到了夜色还未宁静的新校园 走下大巴的时候 颜哲科呼得小小吸了口凉气 怎么了 楼城感官敏锐 心神也在女孩身上 哪会注意不到异常 颜哲科名嘴 扭头 不太好意思回答 腿有点酸 练了一上午的舞 逛了一下午的街 腿酸脚酸在所难免 楼城当即道 要不找个地方坐坐 我帮你按摩一下 自己倒是不累 就连疲惫的精神 都因为交换戒指的事情 彻底振奋了起来 颜哲科白了他一眼 好气又好笑道 我穿的裙子啊 笨蛋 不管用什么姿势按摩腿脚 都容易走光 特别尴尬 楼城拍了下脑袋 暗叹自己在有些细节上 心思还是不够细腻 于是改为提议道 那我们找张椅子坐坐 休息一会儿 因为是最后一班校车 随着大巴驶离 附近变得相当安静 虽然还是有人来人往 但也不算多了 颜哲科点了点头 跟着楼城找到了一张行道椅 默契地从胯包里拿出纸巾 让男友擦了擦一面 坐下之后 他弯腰揉了揉小腿肚子 眼波忽闪 又好奇又含羞地笑道 橙子 我还以为你会提议去湖边散步呢 下午交换戒指的时候 橙子那么激动 那么开心 总觉得他压抑着激情 想要释放 想要清热 谁知道 他竟然忍住了 自五一沟通之后 楼城不再美散步 必升稳必激烈 但湖边环境那么好 氛围那么合适 两人又是热恋阶段 三步五时 还是会天雷勾动的火 所以 对颜哲科来说 这种交换了 戒指的特殊日子里 湖边散步 就等于清热的请求 楼城伸手搂住女孩的肩膀 让他靠向了自己 然后侧过脑袋 注视着他的双眸 微微一笑 认真开口 要是 现在提一句湖边 总会让我觉得 交换戒指 就是为了骗你清热 骗你更进一步 而他对我来说 其实是很正宗 也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他是我的沉默 是我的 期待 不是骗你清热的借口 我想向你证明 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喜欢你 才想和你清热 才会特别激动 特别渴求 而不是相反 我想向你证明 我说到做到 可以忍住 这是一时冲动的脱口 也是心里想法累积的迸发 沿折颗乌黑漂亮的毛子 泛起了一层薄雾 细碎光洁的背齿 轻咬了一下粉唇 四喜四娇的赤道 你越来越肉麻了 都会说这种 接近电视剧对白的情话了 可为什么我会有点喜欢 不止有点 楼城听得出女孩真实的语气 轻笑道 总之 我不想让我们这种 特殊的日子掺杂欲望 当然 下午也是有过激情和冲动的 但被自己忍住了 说到这里 他含笑补了一句 其实我也喜欢我们这样的相处 我也喜欢 颜哲科将脸蛋靠在楼城肩上 笑容安宁静美 无需说话的短暂依微之后 他半事捉弄 半事情绪里不清减 不断地小声说道 如果 如果我明天晚上 邀请你去湖边散步呢 咚咚 楼城的心跳 顿时加快了两拍 也从骄傲的手掌 听到了 女孩同样变得急促地扑通 他一下就口干舌燥 充满了期待 那我肯定 乐意 颜哲科嘴唇微分 快速呼吸了两口 平复着涌上脸颊的燥热 小小声笑道 我只是说 如果如果 我刚才只是想捉弄一下橙子 可为什么说出口之后 会 莫名其妙地 觉得自己被鬼上身了 不过 橙子的反应确实好玩 楼城失笑 摇头 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故意恶狠狠道 小心我受性大发 我相信你颜哲做直身体 甜甜一笑 眼神又纯洁又无辜 说完 他蹦跳起身 背着双手道 我们回宿舍吧 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 三栋宿舍外的阴影里 楼城拉着女孩的双手 有些恋恋不舍 明天见颜哲科 忍住想腻在一块的冲动 顾盼生辉地说道 楼城看了看他左手的戒指 又望了望自己的戒指 看着他们成双成对 忽然一阵冲动 将女孩又拉了回来 用力报警 这是我媳妇 怎么了 颜哲科感受到楼城的激动 眨了眨眼睛 疑惑问道 楼城半开玩笑 半真心地说道 我刚才看到我们手上的戒指 成双成对 忽然就想喊你一声 一声 媳妇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突然有点害羞 但我觉得自己 还不够资格去承受这个称呼 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让你过得更好 所以又忍住了 肉麻死了 颜哲科轻轻捶了他一下 平静几十秒 他念头一转 忍着笑意 脱离楼城的怀抱 像躲不胜凉风的水莲花般道 要不 要不 我喊你一声 真的 楼城惊喜交加 我刚才的话让柯柯特别感动 以至于能鼓起勇气 喊一声爱称 真的 颜哲科一脸 我很认真的表情 好啊 好的 楼城用力点头 不做停顿地回答 生怕女孩反悔 颜哲科向着宿舍门口走了两步 然后转过身 含羞待怯地望了楼城一眼 倾起粉唇 低声喊道 媳妇 喊完之后 他留下一脸猛逼的楼城 带着一连串的欢快笑声 长发飘飘地跑进了宿舍大门 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 媳妇 又被套路了 楼城很想生气 但还是止不住自己嘴角的笑意 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寝室 他翻了翻个张小票 发现 即使不算戒指 颜哲科也给自己买了 七八千的鞋家衣服裤子 数量不是太多 单价比较高 而且看磕磕的样子 还觉得这些衣服裤子不够好 楼城不是傻子 自然能感觉得出 颜哲科对他自己的钱 真是不心疼 不敏感 也就是说 他平时就没筹过钱 再想想太后的气场 想想他外公家的武功 很多事情不用说都能明白 放下袋子 楼城回了颜哲科的消息 轻轻吐了口气 要想娶到这个媳妇 不让他受委屈 自己还得更加努力 如果是以前 他肯定会自卑 但现在 经过一次次的魔力 他觉得自己有那个信心去争取 去拼搏 只要两个人能合得来 其他都不是问题 做不了富二代 那就做富一代 一日清晨 微水湖畔 洋溢着奋斗精神的楼城 先按捺住信子 进行着日常的锤炼 直到做完大部分功课 才开始考虑 怎么借助金丹 完成两种观想法的对立 与统一 他抱怨手艺 设服 杂念 将精神一点点沉下 靠近了下付出的金丹 而在此之前 他已经思考过 冰与火是怎么对立统一的 他是经历了初中 和高中物理教育的优秀学生 这两学期的必修课里 也还有大学物理上语下 早就养成了这方面的思维模式 习惯用它们来分析自然界的事物 所以 从类似角度讲 用不够准确定化来说 冰与火 只是外在表象的不同 实际都是物质的某一种态 是它们在不同温度 不同气压 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体现 往极限去想 当达到超低温 或者超高温的时候 冰与火 完全可以用凝固态 和等离子态来代替 同样的物质 不同的微小结构 同一件事物 不同的面 统一又对立 楼城对 这两方面的知识 都没有深入的学习 只能勉强把握到 这一点 心神缓慢进入 将金丹内部的场景 在视线范围内 一点点放大 火焰 如同太阳 等于一颗颗 恒星 在极端低温 极端漆黑的宇宙星空里 散发着光与热 为永恒的孤寂 照亮出生命的色彩 冰晶环绕它们 一场寒冷 一场无情 像是一颗颗行星 一轮轮 明月 但从外界来看 它们又反射光芒 闪耀璀 像是夜空中的繁星 也就是恒星 这不对啊 楼成觉得 这有备了自己的认知 有备了观察到的 天文现象 大胆做了变化 不再将冰晶 看作恒星或者行星 而是作为 低温幽黑宇宙的 象征事物 它们体现的是 浩瀚星空 而不是具体的星辰 认知一变 它眼前所见 或有晃动 金丹所呈现的星空 与星云 陡然放大了几点 黑暗冰冷的 无影虚空里 尘埃物质不断积累 彼此牵引 最终达到重力的极限 猛烈坍塌 剧烈变化 点燃了 火焰 诞生出恒星 楼成最初认知的 冰与火的对立统一 是细微结构下的 这则是天文尺度上的 极小与极大 也是对立于统一的 而这与龙虎真人 意象里蕴含的味道 有所不同 画面一现 楼成的精神飞快流逝 不得不强行退出 终止了观想 他总感觉龙虎真人 在处理金丹的 星空意象时有所失误 将火焰作为了大人 把冰晶当作了星辰 最后能够成功 似乎有点歪打正着 有那么一瞬间 他忽然理解彭乐云 为什么要高考 为什么要读大学 为什么要选择山大物理系 在古代 武者没有工具 没有大致符合实际的理论 只能靠本身感悟自然 一点一滴积累 代代传承 而当今社会 对物质 对宇宙 有着更贴近现实的理解 不利用他们为武道服务 简直是暴殿天物 诗老头身心轻松地站在旁边 发现自家弟子没修炼 当头棒喝 而是莫名发起了呆 于是随口问了一句 你在做什么 楼城之前不好意思 说自己的想法 是怕遭遇师父的嘲笑 现在被问起 也就老老实实交代道 师父 我在想 龙虎真人的兵和火兜 能够平衡统一 我为什么 不能把雷鹰阵蝉 和冰霜镜的两种观想法 揉合在一起呢 诗老头先是一愣 接着笑得前辅后仰 不错不错 比老头子我年轻时候的 想法还多 试试吧 试试不会错 试一试才会知道 什么是异想天开 什么是方向对了 积累不够 举步维艰 什么是真正可以施行的想法 楼城老脸一红 略感尴尬 但也接收到了师父的鼓励 开始静下心思 考雷云与冰封的共同之处 第215章 现在的年轻人 雷云观想的精髓 在轰鸣之声的回荡 以此牵引身体内部的微妙变化 配合部分肌肉的绷紧和压缩 打出那骨子镇静 而冰封大疆的核心是 冻结 是寒潮 是奔腾的动能 都可以凝固地禁止 对物理学了解 仅限于目前教材的楼城一时 竟无法找到 它们在哪个尺度 哪个方面是统一的 当一个人 没有思路 没有办法的时候 下意识就会将事情 往熟悉的东西上考 而类似方面 楼城最能依仗 也相对熟悉的事物 只有一个 完全可以作为兵来处理吗 可是 雷云回荡的声音 和火炼一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楼城念头转动 苦苦思索 就像在试图配平 一个压根 就配不平的化学方程式 雷云 打雷 雷云 火 它无声低语 寻求着双方的联系 没过多久 自然而然联想到了之前 才锤炼过的一门装弓 电火装 雷电机 火焰声 想到这里 它顿时精神一震 觉得自己 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然而 没过多久 一条死胡同 雷云观想的重点是 雷声的回荡 不是闪电的劈机 楼城吐了口气 凝水成冰 脸著本能的沮丧 嗯 柯柯说过 解不出一道难题的时候 就换个角度 换个思路 它整顿心情 记起教诲 重新疏敛 一旦有空自习 它都会请教自家的学霸女友 换个思路 换个思路 换个角度 换个思路 楼城思绪分涌 紧扣着目的和依仗 不断闪过灵感 又不断做出否定 冰火平衡 冰火平衡 它魔证般重复着这四个字 念头忽然一闪 冒出了个莫名其妙的想法 我有冰封大江的冰 也有电火庄的火 是不是就冰火平衡了 虽然这和雷云正缠没什么关系 但确实冰火平衡了 嗯 暂时从炼城 当头棒喝的角度 和雷云冰封两种观想法 融合的思路跳出来 冰火平衡了 师父提过 龙虎真人 是以冰火仿阴阳 阴阳 阴阳 顺着刚才的念头 思考到这里 楼 成兔的愣住了 这似乎大概可能有眉目了 阴阳 阴阳 阴阳电荷声雷云 虽然还没法将冰封大江 与阴电荷联系在一起 但可以推回到古代的朴素观点吗 阴阳激荡雷电声 而龙虎真人的金丹 显然是支持这种观点的 刹那之间 楼城豁然开朗 新情书唱到了极点 当两种事物没法反应的时候 引入第三方 加点催化剂 不是很正常吗 仔细推敲了一遍 他按捺住激动 再次抱怨手艺 入境观想 一条大江滚滚流淌 酷含糊降 两岸压雪 波浪凝固 一切如同冰封 冰封之中 楼城没尝试自行柔和 因为他层次不够 之所以然不知其然 弄明白了金丹冰火平衡的理论基础 却不清楚 具体如何转化为实践 只能强行模仿 用金丹做影子 奋出少许精神 沉入下腹 他杂念不起地 微微勾动了浩瀚星云里的璀璨 以此牵引冰封大江的观想 画面发生奇妙变化 抓住这个机会 他又借助璀璨绕中的大日 应急观想出了电火柱 银白当即披下 火焰藤起于冰雕般的大江表面 两者冲突 观想法彼此排斥 楼城眼见着就要控制不住 即将心神激荡地退出守境状态 牢牢定住最后一丝清明 他把这种矛盾顺着联系 导向了金丹 星云微不可及的一阵 缓缓转动 膨胀收缩 顿时同化了矛盾 让楼城观想 画面里的火焰莫名升空 飞出云外 挂在天边 化作了一轮照耀大地 却无力融化冰霜的极地太阳 没什么温度的阳光照耀着大江 让冻结的晶莹闪烁出梦幻 冰与火 恢复了脆弱的平衡 楼城顾不得激动 抓紧时间体悟着当前的神髓与韵味 记着身体对应部位的微妙变化 等到精神渐渐枯竭的时候 他控制驻冰与火 让他们猛烈碰撞 太阳化作一枚火球 轰然坠落 砸向了冰封的大江 最后的瞬间 楼城努力地将雷云观想的精髓 与寒潮热流 齐齐融入了其中 以冰为阴 以火作阳 轰隆 冰火相撞 阴阳激荡 旁边的狮老头 一直悠哉悠哉地看着他长久 思考 感应着他屡次失败的动静 终于 他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慢悠悠走向了树边 边走 还边拿出酒壶 美滋滋地喝了一口 迈了几步 他神情忽变 于刹那之间 就转过了身体 看向了脚下 那里有一波 又一波的冷风吹过 于地上 凝出了几圈 波纹般的白色冰霜 转瞬即逝 这什么鬼玩意儿 施老头震惊莫名地 抬头望向楼城 少见地 出现了茫然的神色 楼城精神枯竭 脑袋抽痛 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然后才发现 自家师傅正眼神 奇怪地看着自己 刚才的最终 碰撞于他 而言已是完全不可控 只能事后再回味 再总结 再改进 这不是一天 就能彻底融合成功的事情 而不等他开口 施老头就咳嗽了几声 出言问道 你刚才做了什么 师傅 我不是说过 想尝试融合两种观想法吗 龙虎真人 用冰火仿阴阳 而阴阳生雷电 所以我就参照这个 引入了电火柱作阳 以大江冰封图为音 自己制造雷云来震荡 楼承梅详细说 关键在于理解 并掌握冰火平衡的实质 以此勾动金丹 完成牵引 因为他觉得 自家师傅的年纪摆在那里 科学素养可能比较低 应该听不懂 施老头无需琢磨便明白 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强行笑道 不错 不错 果然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想法很不错 不过嘛 电火庄和大江冰封图 没法比 你的火和冰 没法真正平衡 还得找一门好的火焰观想法才行 被表扬的楼承 黑黑笑道 不急 不急 师傅 您慢慢找 就是因为电火庄和 大江冰封图没法比 所以到了最后的碰撞 冰霜的寒潮 能压过火焰的热流 创造出类似 当头棒喝的效果 要是两者真正平衡了 鬼知道 他们会不会互相抵消或者缠绕 便已成莫名其妙的东西 这就和自己的目的违背了 在比赛还有六天的情况下 不宜多生之劫 而且 好的火焰观想法 肯定也得感悟对应 观想图 即使自己已经轻车熟路 也得好几天的功夫才能入门 根本来不及 嗯 师老头无言汗手 挥了挥胳背道 去跑步吧 别撑着再观想了 容易伤到脑子 明天再弄 是 师傅 楼城愉快地回答 擒着笑容 迈开了步伐 直到他远去 师老头才吐了口气 四字朝四感慨地嘖嘖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敢想敢干 什么都能弄出来 吓了我一跳 差点就在徒弟面前失态了 他顿了顿 又摇了摇头 不过嘛 这对周末的比赛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想当年 老头子我 唉 晚上九点多 叶峰带着湖水的微凉湿气 吹散了连续几天 艳阳高照的闷热 让路上来来往往的同学们 都享受到了久违的舒爽 严哲科最后一堂课 只有两小节 他专门在教室里 自习了四十多分钟 等到了楼城 他们下课 接过他的帆布单间书包 楼城随手跨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拉着女孩 走向长桥 闲聊之中 严哲科始终记挂着 昨天在校车上讨论的事情 忍不住问了一句 橙子 你不是说 今天要尝试两种观想法的对立和统一吗 楼城黑黑一笑 是啊 尝试了 方向很对 思路很对 初步成功了 柯小柯同学 你就不能假装忘记了这件事情 过几天再问吗 我还想着真正成功了 给你一个惊喜的 这也就是他 白天一直没提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记性好怎么了 严哲科撑了一句 眉梢眼角都带上了笑意 小小声道 你初步成功 也让我很惊喜了 他含笑名嘴 眸光轻盈 又得意地扫着旁边 多亏了我的提醒 不过 橙子也确实厉害 一天就成功了 和他以往创造的奇迹一样 楼城当然不会忘记赞美严教练 发自真心地道 我今天能够初步成功 除了严教练 你指点的对地统一 还有你日常的教会 遇到难题 换的思路 换的角度 他大概描述了 自己当时的思考过程 指引去了金丹 和具体的细节 严哲科露出了甜美的酒窝 笑意矜持 有点骄傲 又有点不好意思 故作傲娇地道 看吧 都靠我 是是是 你 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 楼城顺势 就半条戏半战美道 咱们家 严哲科谋踩流转 横了他一眼 可视线却下意识转移 望向了自己的左手 那里 戴着一枚简单 却经典的戒指 我家的 让两枚戒指成双成对 这让楼城 又回味起了 昨天的激动 和肩上的责任 又记起了女孩的 捉弄 心中一动 清了清喉咙 提议道 可可 还有二三十分钟 我们去湖边散会部吧 这种事情 还是得男生主动 严哲科愣了一下 翘脸豁然声晕 也想到了自己 昨晚的捉弄 心脏莫名加快了 跳动 脑海念头分成 乱糟糟一团 他嘴唇张了张 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 只望着旁边吐出了一个字 嗯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就是散个步吗 回答声含羞待歉 细弱文睿 听得楼城也快了心跳 于是拉着女孩 快步走下了长桥 拐向了湖边的道路 两人走了一阵 四周变得寂静 严哲科方心乱跳 也听到了楼城 同样激动的脉搏 橙子 钥匙 钥匙想更进一步 我 我该容许到什么程度 他身心都有点颤动地想着 经过五一的沟通 和楼城之后良好的表现 他对男友很有信心 哨声乱响 相信他能克制得住 但是 对这种陌生的 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他总有着本能的畏惧 和害怕 楼城看了看四周 确认了无人 于是让严哲科 坐到了树林边缘的行道椅上 自己则站在了他的面前 严哲科穿着短袖 有图案的白色T恤 心脏跳动得很是激烈 以至于娇柔的身体 都出现了明显的站立 看着女孩脑袋低垂 乌发顺下 美丽的像是一幅画卷 严哲科的心跳又快了一拍 双手忍不住抓紧了裙板 要来了吗 而这个时候 楼城单膝着地 拿起了他紧张的左手 在他莫名又懵懂的目光里 低下头 将灼热地稳温柔地 印在了中指的那枚戒指处 严哲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开始 一正之后 如同醉酒 身心都变得柔软 眸光休息地 静静看着楼城的稳一点点 上移 从自己的中指到手背 从手背到腕部 从腕部到小臂 从小臂到胳膊 他只觉那一下下的温热 虽然不在敏感的地方 却像是直接亲在了自己的心头 楼城的嘴唇 离开了女孩的胳膊 一边用手 撩开他的秀发 一边轻轻地 在洁白修长的脖子处 印下了自己的吻 下巴 两颊 鼻尖 眉头 他的吻细密地 落在了严哲科的脸庞之上 女孩早就闭上了眼睛 神情安宁 晕红近生地 承受着这一切 楼城一点点地 释放着自己的激情 最终将目标 对准了那渴望已久的 小巧耳垂 缓缓地吻了过去 将羞红如同宝石的他 含了一下 严哲科的身体 剧烈颤抖了一下 接着便感受到 楼城的吻印在了 自己的唇上 这一次 他主动迎合 两人激烈纠缠 而楼城始终 控制着自己的手 没有乱动 他不是不想不渴望 更进一步 而是这里为湖边 非密闭的房间内 虽然周围确实 没人 但还是要给予 女孩应有的尊重 美好 总是短暂 当楼城回到寝室 再三重 放着刚才的场景 和清晨的成功时 心里一阵昂扬 感觉自己充满了 奋斗的激情 这几天 争取把当头棒喝练成 然后就是周末的比赛了 第216章 为武道社加油 周日清晨 微水湖畔 楼城双脚分立 两眼禁闭 身体 仿佛在随着水面的晃动 难以察觉的起伏 四周风声很轻 夹杂着夜半暴雨后的清烈 潮湿 让一切都显得如此安宁 如此静明 就在这时 楼城左脚内底 腰背弹动 又全须握棍棒般 猛地抡了出去 啪 拳击虚空 安静的风声陡炸乌烟 一圈又一圈荡开 与刚才相比 他们沾染上了刺骨的寒意 凝出了晶莹的光芒 为周围一米内的湿入地面 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霜 越往外 越无痕 这违背了季节的梦幻景象 停顿了足足三秒 才消失 楼城睁开眼睛看到 都有点不敢相信 这就是自己变一板 当头棒喝的威能吗 虽然自己不经过身眠休息 只能打出一拳 但八品单静 恐怕也挨不了一拳吧 经过接近一周的努力 经过不断的改进 和艰难的临摹 他终于完成了 雷云与冰封的融合 算是自创了 坠日冰雷 这门全新的观想法 而身体对应肌肉 筋膜 和五脏六腑的变化 也通过水魔功夫 锤炼入门了 也就是说 他的简化版外钢招式 当头棒喝 初步练成 目前最大的问题 仅是不够熟练 不够灵动 利用冰霜静慢两拍 不过只要能抓住机会 给周正全来一下 事情就简单了 楼城欣喜地想着 虽然当头棒喝 不再需要两门 观想法交替衔接 简化为了仅有一副 观想图的武功 但毕竟是低配版的 外钢招式 毕竟初学乍练 他还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 只能通过出色的临场发挥 和预想的陷阱 来创造使用的机会 这将是出乎周正全预料的东西 他肯定没有防备 至于当头棒喝的具体威能 因为没经过实战 楼城一时无法准确判断 想到绝招出城 想到下午的比赛 想到与八品强者的龙争虎斗 他又兴奋又期待 吸了口气 跃跃欲试地 对旁边的诗老头道 师父 我跑不去了 中午再深度睡眠一个小时 就万事俱备 只等开始了 去吧 师老头没好气地挥了挥手 等到楼城信 冲冲远离 他才含笑叹气 摇了摇头 年轻啊 下午两点多 严哲科收拾好东西 换上白底黑边的舞蹈服 有点紧张 又有点激动地准备出门 就在这时 李连同关上电脑 催生疾呼道 可可 等等我 我们一起去 你这么早就过去啊 严哲科知道 室友要去看比赛 要去为舞蹈社加油 可没想到 他会提前这么多出发 李连同专程换了短袖 T恤和牛仔裤运动鞋 指着本身笑道 我觉得自己爱上 舞蹈比赛时的那种氛围了 这一生是不是很适合 那种 大家同心协力 为一件事情努力的 感受 那种 可以不用在一旁人目光 尽情宣泄的氛围 那种为胜利 而呐喊 而高唱的激情 都让自己充满了怀念 充满了喜爱 在那里 可以做不同于日常的李连同 还行吗 其实穿通款舞蹈服 更有参与感 严哲科先认真地回答了问题 然后才上下打量着室友 调侃道 巫童 嗯 你是不是中邪了 我记得你最早不怎么 喜欢舞蹈的呀 你的爱不是乌合府吗 人是会变的 李连同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么文精 这么阳光的少女 还是需要一点阳刚的爱好 来调和 呸 中和一下的 宗燕如早在他们对话的时候 就转过了头 此时扑斥一声道 巫童 你便陷得越来越可疑了 什么叫可疑 你们看 我都准备好小喇叭和冲气锤了 李连同拉出了自己的兵器 严哲科鸣嘴一笑 摆出名侦探的架势 更加可疑了 就是就是 巫童 你以前对舞蹈比赛没这么积极 没这么伤心的 是向羊趴到床边 暧昧笑道 是不是喜欢上哪个练舞的男生了 李连同一脸委屈地看着三位室友 我在 你们心目中 就是这样的人 是的 严哲科和宗燕如是向羊动作一致地回答 我真是喜欢上舞蹈比赛了 这段时间 被比赛时的那种氛围吸引 柯柯 相信我 我真快成你们舞蹈社的铁粉了 李连同已开玩笑的口吻 说着自己的想法 严哲科不在 调侃 浅笑迎然道 欢迎 有人支持的感觉真好 尤其还是熟悉的室友 这时 李连同眼珠一转 将一本正经抛住了脑后 嘿嘿笑道 柯柯 你进水楼抬仙得月 把橙子给拐走了 大家是好室友 就不内斗了 所以 林雀有女朋友吗 好啊 我就知道 你不怀好意 宗艳如失笑出声 失向阳也揉了揉脸颊 我就说 刚才的巫童好陌生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吗 进水楼抬仙得月 从巫童嘴里出来 总感觉怪怪的 还好他们不知道 林雀是我哥 连哲科 念头转动 名嘴笑道 巫童 你就别想了 林雀的性格 性格 不是一般的人能适合的 说到这里 他徒弟有点叹息 作为妹妹 哪会不希望自己哥哥开心一点 幸福一点 可是 李连同并未在意 杨起冲气垂道 我像一般人吗 玩笑之后 他认真地招呼起 宗艳如和诗向阳 如如 白菜 一起过去吧 去为武道社加油 艺术学院的女生寝室里 吴倩化完了妆 问着室友们道 有去看比赛的吗 我还有事 我不想下床 就不看你们秀恩爱了 其中两位女孩 当即表示了 不去 对武道社的比赛 他们也就是 最初看的新鲜 而另外一位 戴着大矿眼镜的文静少女 则慌忙收拾着东西道 吴倩 我 我要去 颜希 你要去 吴倩预想过答案 觉得今天最可能不去的 就是这位走文静艺术家路线的室友 范颜希 范颜希 认真汉手道 对啊 我挺喜欢看武道社比赛的 吴倩 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问 微微笑道 那你快点 我等你 嗯 范颜希重重地点了点头 今天要为武道社加油 严小林一如既往地窝在床上 飞快地点开了视频直播网站 与此同时 他还看着自己搜集的和盖世龙王提供的资料 虽然每次灌水的时候 他都会自黑说不了解又怎么样 负责花吃就行了 但实际上 她是个本质很认真 很努力的姑娘 一直在恶补着武道知识 想要追赶上谈友们的步伐 不能总靠自黑来维持版主的地位 等下 好好为楼城加油 为松大武道社加油 松城大学武道场馆中 舒蕊坐在记者席内 看着手机记事本上的采访提示 苦恼地叹了口气 一想到今天又要采访那个灵鹊 他就感觉头疼 他的手机屏幕发着亮 显示着几行文字 灵鹊 武道狂 赢了 还好说话 可以将问题引导向比赛细节 输了 就 舒蕊思绪飘飞之中 忽然感觉嘈杂的 看台安静了一下 本能反应 他望向了大门那边 只见周政权当先踏入 一袭黑底红纹的汉服 气质温润 举止从容 一下就镇住了还不算多的观众们 而周政权的背后 侯岳 卓燕军 李胜南等人 鱼贯而入 5月19日下午2点46分 东陵战队抵达 松城赛区八强战最后一场 第217章 承丹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东陵战队镇定地穿过场地 走向客队更衣室 路过记者席位处时 周政权的目光扫过舒蕊 韩笑点头 舒记者你好 小组赛的时候 东陵战队经常造访松城 他见过几次 这位容貌让人印象深刻的记者 舒蕊 牢记着赛前不得采访舞者的规定 只奄然起身道 你 也好 加油哦 短暂的质疑之后 周政权目不斜视 腰背挺直 不摇不晃地迈步前行 等到他们远离了记者席 侯岳才一脸 兴奋地凑到了自家师兄旁边 压低 声音问道 周师兄 周师兄 你怎么不和舒记者多说几句 作为一位进不下来的准 18岁少年 最爱八卦的事情 除开武道 多半就是游戏和女孩子了 见过几次面的舒蕊 都时常在他和师兄师弟们的讨论里 被提及 如今再见真人 他忍不住就响起个哄 调侃几句 赛前接受采访容易影响 情绪 周政权平静淡然地回答 也是 侯岳点了点头 然后挤眉弄眼道 周师兄 有没有想等下找机会 要个手机号码 QQ微信什么的 周政权轻笑了一声 没 这个想法 主动问女孩子要联系方式 有损我的形象 小猴子 你就不能专心 点在比赛上吗 这时 耳聪慕名的李胜男 呵斥了侯岳一句 侯岳悄然吐了吐舌头 嬉皮笑脸地回答 知道了 我比赛的时候 都很专心的 这不还没开始吗 而记者席未处 舒蕊看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于更衣室门口 摇了摇头 失笑了一声 骚爆 姐 什么样男的没见过 楼城和颜哲科等人 抵达舞蹈场馆的时候 观众们还不算多 但路上遇见的同学们 往往一看到他的衣着打扮 和形象气质 就将他认了出来 即使没认出 发现旁边 变十度爆表的颜哲科后 也知道了 他是舞蹈社的主将楼城 加油 我们全寝室 都来给你们加油了 一个爽朗的男生 握拳挥了挥 楼城 加油 一个女孩 虽然害羞的声音 都在颤抖 但还是鼓着勇气 喊了出声 楼城没想到 会遭遇这么热烈的对待 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反应 只能表情僵硬的 微笑致意 点头致意 挥手致意 颜哲科勾勒着唇线 忍着快乐出的笑声 装作不认识 旁边这家伙的模样 平静前行 快到更衣室门口的时候 他才滴滴笑道 做明星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 楼城揉了柔僵化的脸颊肌肉 苦笑道 我算明白一个词了 受宠若惊 这就是同学们的支持 这既是动力 也是压力 满腹感慨之中 他伸手推开了更衣室的大门 让颜哲科先进 自家紧随其后 哐当 满场的热闹 到齐 师老头喝了口酒 擦了擦嘴 环视了一圈 嘿嘿笑道 小颜啊 这次还是你来说 又是我 颜哲科真是好气又好笑 到底谁才是教练啊 摔桌 听见他们的对话 包括楼城在内 其他人都失笑出声 或大或小 在前酝酿出的紧绷感觉 顿时消散了不少 就连灵缺 也以常人无法 察觉的微小弧度 展现了刚才那一瞬间的心情 颜哲科白了自家男友一眼 抿了抿嘴道 根据文胜派以往的形式风格 和他们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事实 可以相信 他们会采用稳妥的策略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哼 我说就我说 反正之前经常和橙子讨论这件事情 至于具体的思维深度分析 他没做描述 免得吧 大家绕晕了 也就是说 他们依然会让周政权第二个出场 而不会冒险派八品单进打头阵 或者手关底 女孩眸光坚定 洋溢着自信地说道 周政权第一个登场的话 遇到凌缺楼城这个顺序 就很可能重复 当初无惧战队的事情 被体力变态的楼城打穿 如果他最后出战 又会担心 我们以楼城为先锋 那等于白送了两场 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们不知道 橙子也会累 也会疲惫 而从上场比赛的细节 和事后的反馈来看 这一点 除开自己 真没谁发现 那不是和他们上场一样了 孙健举手发问 严哲科 很有教练范的摇了摇头 大致一样 但细节会有调整 我认为他们会把侯岳放到最后 为什么 李茂和郭清齐齐开口 侯岳有异能的事情 文圣派很清楚 瞒不过我们 也就没办法再让他做骑兵了 而他的打法和风格 非常适合放在最后 严哲科也谋明亮有神的回答 你们想一想 如果是楼城灵缺这个顺序 只要周政权那一关 不出现大问题 面对侯岳的灵缺 即使不会像上一场那么累 也肯定消耗了不少 出现了下降 正好被擅长侯形的对手克制 而且 他的异能特殊 就算做了防备 提高了警惕 当身体技能下降后 也还是很容易被影响到 要是我们让灵缺打头阵 不管对手是 卓燕君还是李盛南 都能让他消耗不少 减轻周政权的压力 到时候 单进权力爆发之下 即使打不败楼城 也有很大希望 让他受到创伤 非刘权的瀑布 可是有几分阵权意味的 楼城体力变态 可不代表他是金刚不坏之神 一旦留下影响 面对窜来窜去的侯岳 肯定会相当艰难 孙剑听明白了 炎哲科的意思 觉得很有道理 但又犯起了 另外一个疑问 既然侯岳这么适合 打最后一场 之前 东陵战队 怎么不这么安排 一是用异能做骑兵 二是侯岳的打法 对本身的负担很大 我们前面只提了 楼城和灵雀 还没说孙剑师兄你啊 炎哲科微微一笑 当侯岳打败他们之后 自身体力的消耗 也会相当大 未必能赢得了你 这一场是球吻 说完 他的目光扫过四周 记起还有害羞这件事情 略微脸红道 我分析完了 自家武道社的出场顺序 肯定还是得施教练来安排 他旁边的楼城 则抓住着空隙 思考起自己先出场 和后出场的利弊 先出场的话 会遭遇状态最巅峰的周政权 以他的经验 以他的实力 自己未必找得到机会 使用当头棒喝 只能说 没有了侯岳艺能带来的消耗 肯定会比在东陵时发挥的好 有希望逼出对手的连续爆发 如果后出场 经过与灵缺激战的周政权 各方面都会出现下降 自己有不小把握 创造出使用当头棒喝的机会 但问题在于 当头棒喝对目前的 自己是很大负担 以此击败周政权后 又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 还得继续迎战侯岳 所以 不像先出场时 无需考虑退路 无需瞻前顾后 无需格外保留 可以破釜沉舟的去搏周政权 去寻觅当头棒喝的良机 两相比较 先出场对自己更好一点 思绪分勇之间 楼成却没做出 这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 因为他考虑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场比赛 必须以三比一拿下 才有希望翻盘 也就是说 后出场者不能输 输不起 肩上将完全承担起胜负的压力 赢了 还好说 输了的话 以灵缺表现出来的自尊心 和求胜欲望 以他上一场都能说出对不起来看 这会给他极大的打击 会让他充满负旧感 正常人都会因此懊恼痛苦一阵 何况有点心理疾病的他 不能把压力给他 不能加重他的问题 这不是同情灵缺 而是对他的保护 这也不仅仅是 看在颜哲科的份上 还在于作为武道社两大 顶梁柱 并肩拼搏了这么多场 与他早有一种 惺惺相惜的对友感情 作为主将之一 作为一个男人 肩膀 就是用在这个时候的 我来承担这个压力 楼成土了 口气 抢在失老头说话前开口道 教练 我想 第二个出场 一道道目光 当即聚焦在了他的脸上 有不解的 有诧异的 有轻咬嘴唇的 有冰封晃动的 这可是少见的主动倾音 灵缺抿了抿嘴 往前跨了一步 直视着失老头道 教练 我申请第二个出场 对此 楼成早有预料 一边吐槽着 大舅哥的强烈自尊心 一边神情自若地解释道 我这段时间 练成了一记杀招 适合在周政权状态 下降后使用 失老头呵呵一笑 大家都很积极嘛 楼成练成杀招的事情 老头子我知道 就他第二个出场吧 灵缺侧过脑袋 深深地看了楼成一眼 微不可及地点了点头 他不再开口 退回了角落里 顺序就是灵缺 楼成和孙健 大家抓紧时间 做最后调整 失老头轻松地说道 严哲科何等聪慧 早就猜到了 自家男友的心思 拉着他坐到 另外一个角落后 勾勒离窝 压低声音道 谢谢 我们之间 还需要说谢谢啊 楼成开了 俩能勾起回忆的玩笑 严哲科白了他一眼 博光蕴藏着笑意道 我替我哥说的 你哥也不用说啊 除非他不当 我是队友 楼成脸色一正地回答 但又觉得这有些严肃了 于是低笑道 除非他不当 我是妹夫 严哲科 休脑地看着这个脸皮 越来越厚的家伙 恨不得拧他一下 但想到他即将比赛 又强行忍住了躁动的手 牙痒痒地哼了一声 听到女孩的娇称 楼成心神愉悦 闭上了双眼 打算养神 看着他的动作 严哲科眼眸转动 神情变得温柔 凑到他耳边 滴滴说道 橙子 你真好 这才是女朋友 被男朋友道谢的正确套路 楼成的嘴角当即勾起 但他并没有睁开眼睛 只是反掌握住了 严哲科的先手 从中汲取着力量 更好地调整着自身的状态 这既是压力 也是动力 客队更衣室内 闻圣派掌门 倪明飞 环视了众位弟子们一眼 让满屋子乱窜的侯岳 停止了下来 这一场 我们稳中卫先 还是玉拳第二个出场 静可攻 退可守 你明飞严谨一概地说道 小岳 他们对你的异能 肯定有所防备了 你最后出战 拖也要给我拖赢一个 燕军 你做先锋 不管遇到灵缺还是楼成 只记住一点 不要畏手畏脚 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 侯岳和卓燕军齐声回答 而周政权则从师弟的背包里 翻出了自己的玄色舞蹈符 踢着他走向了喜遇间 3点27分 松城电视台直播间内 放绝小呼的精神一阵 对身旁的嘉宾甘乐道 出来了 两边都出来了 转播的背景声里 满场都响起了小喇叭的动静 而根据他们刚才拿到的出场名单和顺序 第一局的对阵已清楚明白 灵缺再战卓燕军 第218章 拔剑断水 看台之上 李连同原本还残留着点矜持和克制 但当他发现 楼成林缺一行人 从主队更衣室内鱼灌走出 听见周围小喇叭的声音 陡然响起时 一下就被点燃了内心深处 潜藏的热情 随着附近的观众 高掘双手 不断前后挥舞 有节奏的喊道 松大松大 松大家有 宗艳如和施向阳 看到是有忘我的表现 一时有点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认识的巫童 不管外表文静 还是内心狠巫 都与他现在的样子 有着极大差别 可当广播员开始念松大舞道 摄主力和替补人员的名字时 当李连同等观众 以回声般的方式 做出音和时 他们也觉得自己内心 在躁动着什么 渴望宣泄着什么 想要融入这疯狂 但足够让人迷醉的氛围里 不知不觉 他们也跟着喊了出声 虽然因个人性格和习惯的不同 不像李连同那样 疯狂 还保留着几分矜持 但也将自己的嗓音话 做了浪潮的一滴水珠 林 雀 楼成 吴倩与张敬业 跟着蔡宗明等人在呼喊 而范延熙则自己拿着小喇叭 尽情地吹着 文静的外表下 是张红的脸蛋 与热忱的双眸 这样的山呼海啸之中 裁判登上了擂台 看了看两边 做了最后的雀人 他吸了口气 为借助扩音器 就让自己的话语 穿透了嘈杂 响亮于场管每个角落 松城赛区八强淘汰赛 松城大学武道社 对阵东陵战队 第一局 林 雀对卓燕军 林 雀豁然站起 没直接走向擂台 反而横跨了李茂严哲科 来到了楼成的面前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楼 成仙是一愣 接着斩露笑容 也伸出了手 和林 雀击打了一下 加油 林 雀微微点头 转过身体 迈开步伐 登上了擂台 而卓燕军早已屹立在那里 笔直如树 他闭了闭眼睛 心喜于自己 还在武道的世界 还能登上擂台 对面的敌人 不好应付 上次筋疲力尽的他 都让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中逢 相信所有人都确定他能赢 只看具体的消耗有多大 但是 我不这样认为 我也是一步步 练出来打出来的强职业九品 与准单镜是有差距 可也不会大到 无法弥补的程度 希望渺茫 不表示没有 这不是卓燕军盲目自大 而是他认为 与强敌遭遇时 抱着脖的想法 比揣着求稳求消耗的心态 更能完成预定的目标 退而求其次 也得有退的余地才行 不以赢为动力 怎么去退一步 求消耗对手 在卓燕军快理清 自己想法的时候 裁判举起右手 严肃开口 三分钟对话 时间 卓燕军知道 灵缺是个三棍子 都打不出批的沉默人士 也不白费口舌 干脆闭上了眼睛 最后一次推敲着 自己的思绪和对应打法 松城电视台直播间内 方觉晓呵呵笑道 以灵缺为代表 松大武道社 好像真没什么 擅长嘴皮子功夫的舞者 转播他们的比赛 很难解读出有趣的骂战 他能一步步成为松城 电视台的舞蹈比赛 当家主持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多才多艺 连淳语都懂 干乐微笑摇头 你也不看看人家都是什么出身 要是擅长骂人 早被学校给 处理了 大学生嘛 素质肯定会高一点 老干 你呀 脱离正常社会太久了 有空多上上网 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 骂人比你还溜 而且我也只是说 擅长嘴皮子功夫 没说擅长骂人 辩论也是其中一种骂 方觉晓努努力的 在灵缺和卓妍军待地的时候 活跃气氛 至于这场比赛的胜负分析 他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了 看法相当统一 两边都有机会 全看灵场发挥 在方觉晓和甘乐 讨论着嘴皮子功夫的时候 蔡宗明看着台上的灵缺 感受着周围的热情 又一次的新生向往 如果我站在那里 肯定和他一样的帅 也不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 再次高举右手 朗声喊道 开始 宣告之声 还有余音 回荡 灵缺体内却呼地传出了 宛若雷鸣般的连串声响 就像摩托车冲出时的嗡鸣 就像汽车驶动前尾气的喷勃 让卓妍军陡然想到了 飞流泉秘籍所在的一句话 山雨欲来风满楼 山雨未来 风已满楼 这是灵缺身体的肌肉 骨骼 筋膜和内脏 在叙事激励的一种表示 这是练体突破了极限的象征 这昭示着他 距离单近 真的只有那么二三十天了 那种声响的回荡之中 灵缺已猛然扑了出去 快得仿佛流星 一瞬间 就抹平了两人之间 超过六米的距离 哎是汹汹 威猛惊人 卓妍军虽然打的是博胜负的想法 要一开场就抢攻 以自我为主 但面对气势 瞬间攀斥了巅峰的灵缺 还是不敢坐硬碰硬的对决 然而 他也不能退 这种交锋之下 一旦避让 对方将气势如虹 连连劲逼 让自己彻底落入劣势 再想扳回局面 按照预定搏击 事别而公办 念头转动间 擂台经验丰富的他 往左 做了一个滑步 看起来要避开正面锋芒 侧击对手 他刚动 灵缺重心一荡 身体于高速之中 诡异变相 毫无尖色之感 看到对手右臂肌肉 已然鼓起 卓妍军脊椎夸张一弹 背部肌肉骨胀 又强行拉回了身体 他刚才不是要闪避 而是借此消磨灵缺的气势 重心一回 他双脚猛地内顶 一直斜斜 按在左边腰间的 右手伴随着青砖的碎裂声 抽了出去 就像有一口宝剑 冲出了匣子 化成脾炼 照耀满事 锋芒都足以杀人 悬水剑法 拔剑断水 这一招是文圣派开山祖师 参悟水部绝学 远渡彼时的东营挑战 见到强豪后所创 将当地的拔刀术 与自身的剑法 进行了柔和 取两者之长 气双方之短 卓炎君以特殊发力技巧 转动了腰背 驱使着右臂 又快又狠又凌厉地 将掌刀由下往上 斩向了灵缺侧面 很有点石破天惊的意味 我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消耗你 而是想赢 我将拼尽全力 不做任何保留 灵缺的身体猛然顿住 气势一脸紧跟着一方 左手握拳 以垂击之势 炸响了空气 在极小范围内 狠狠泪向了卓炎君的长剑 碰 灵缺左臂不由自主一弹 被拔剑断水的尽力打开 而卓炎君身体一晃 右手跟着回荡 就在这时 他脚步往后一撤 非是化力 而是戒力 在咔嚓之声中 凶猛前 扑 腰背挺动 左臂高举 独劈化山 他知道 灵缺的振拳 与楼城不同 发力更快 速度更快 不能给他一点的空隙 在刚才的交手里 灵缺以阴阳转接来了少许 力量 顺着左臂的弹开 已转过了身体 此时右手往上一架 稳稳挡向了这一批 碰 卓炎君的掌刀 刚斩到灵缺胳膊处 他的手臂肌肉 便诡异的起起骨胀 撑起了五道符 完成了叙事已久的二重发力 借此力量 他左掌如刀 就要往下一滑 以阴近重创 灵缺皮肤之下的肌肉 筋膜和血管 如此一来 他至少得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 悬水剑法 杀招 阴阳二重浪 披卫阳 华为阴 阳静伤骨 阴静席肉 当此关键时刻 灵缺脸色乎得胀红 太阳穴 豁然鼓起 右臂肌肉跟着外仗 勃发了力量 抵消了卓炎君的阴静 他的掌被轻筋暴突 像是大了一圈 一掌之后 灵缺先是往回拉动胳膊 紧跟着便向外一弹 转手未攻 卓炎君来不及调整自身 只好不断退后 眼见着灵缺越来越近 眼见着他太阳穴高高鼓起 左臂即将打出凶猛一拳 他牙齿一咬 仿效侯月 在灵缺挥出拳头的时候 豁然下蹲 左手都在了身后 就在这时 灵缺身体颤抖 打出的左拳呼的往回一摆 以腰背为支点 弹出了右腿 啪 他右脚脚面崩直 踢裂了空气 卓炎君左手慌忙抬起 架在身旁 在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硬挡了灵缺这一腿 碰 他身体摇晃 却没做控制 顺水推周 往右侧一扑 灵缺周身气血尽力抖得一缩 还抱成球 然后瞬间喷勃 轰 尽力奔涌 灵缺踩碎青砖 扑了出去 抢在了卓炎君恢复平衡前 气到了他的身旁 鼓仗起太阳穴 快速摆臂 轰出了一记流星镜 卓炎君再也来不及闪避 短促吸了口气 勉强架起双臂 往前一挡 碰 他只觉自己被炸弹轰中 根根骨头都在摇晃 就连肌肉和筋膜都出现了颤抖 加上重心本就不稳 于是直接仰面栽倒 根本没能力 没时间蠕动腹部肌肉 来发哼哈之声 以求反向抵消 震荡 灵缺一个前探 右手没做攻击 拿住他的手臂 将他扶正了回来 此时裁判高声宣布 第一局 灵缺胜 第219章 周政权的改变 裁判的宣告 换来了满场的欢呼 和呜呜作响的喇叭声音 旗开得胜 永远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听着耳畔传来的一阵又一阵灵缺 楼城忍不住凑到严哲克耳畔 感慨了一声 准丹静真让人羡慕啊 确实 如果自己和大舅哥意味而出 遭遇卓燕君的拔剑断水事实 不可能周深尽力浑然如一 说停就停 及时下垂阻挡 面对以极快和极狠为特点的这一招 多半只能顺势侧扑 匆忙躲避 那就会落入对手的后续连招之中 稍有不慎 说不定都会阴沟里翻船 这就像当初的暗部九品 被火焰异能阴道 转瞬间便遭自己连环打击 生死当场 要知道 那个时候 无论武道哪一方面 自身都是不如敌人的 同样的 大舅哥化解阴阳二重浪式的波发 也是目前的自己无法绊倒的 那要体悟到收的味道 尽力练到能刚能柔 能发育无形 当然 这也不是说自己面对阴阳二重浪 全无办法 把握恰当的话 可以靠甩劲来破茧 严哲科症 神情欣喜 纯现闽笑 听见楼城的感慨后 压低声音 开了句玩笑 这是你的小目标 小目标 楼城闻着女孩的心香 听得微微一笑 一年一品 和外纲境界什么的 确实还太遥远 不具备真实感 但自己要不了多久 就能将武功练进身体内 达到当前境界的巅峰 有资格去摸索周深 尽力浑然如一 和收的味道了 他们实实在在 就在眼前 伸手便可以触摸 想到自身下一步 就能达至这种程度 真是让人兴奋和激动啊 用赵强的口头禅 来说就是 exciting 这就是我下半年的小目标 客队席位处 周正全弹了弹悬色舞蹈服 大步一脉 飘飘若仙般走向了擂台 与卓燕君遇到时 他微微汗手道 比我预料得好 他这是在委婉地夸卓燕君打得不错 要不是灵缺已到准单境 鹿死水手还尚未 可知 卓燕君收敛起满腹的感叹 催促道 快上台吧 不要给他恢复的时间 刚才那一局里 试图速战速决的灵缺 是全力而为 消耗并不算少 周正全含笑点头 身不摇 体不晃 脚下发力 大步登上了擂台 站到了灵缺的对面 此时 观众们的呼唤愈发高昂了 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 都清楚最大的难关来了 裁判提起了精神 挥舞下右手 不给双方调整的机会 开始 灵缺筋骨作响 以风驰电禽般的速度 冲向了周正全 似乎要重复之前的故事 用抢弓来占据上风 靠生死 激战的架势 搏杀强敌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是看起来的样子 可实际上 周正全却没有哪个部位 即将被攻击的刺马感受 担禁强者 有机必应 但是 周正全却不敢怠慢 因为他怀疑 灵缺在有机必应后 又掌握了藏意的能力 也就是靠收缩气血尽力的 类似方式 将攻击意图藏于一点 直到真正出招的瞬间 才暴露 那样的话 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有机必应了 也未必来得及阻挡 周正全退了 往后退了几步 流水般从容 动作潇洒至极 而灵缺气势一展 如红冲天 脚下尽力薄发 身体化做了一颗流星 堂堂正正 浩浩荡荡荡 这个瞬间 周正全仿佛生出了正面 不可抵挡的错觉 明白自身的气势 被对手压制 以至于出现了心灵上的涟漪 类似情况 很容易造成误判 微微一笑 他说停就停 双腿一扎 腰背急晃 右手握成拳头 呼啸下垂 他这不是甩劲 而是借助腰背的脚动 将周身近立脚为一体 发出只比还近暴力弱一些的攻击 啪 气流不仅被炸响 还遭拳头碾压凝缩 化成无形之剑 直窜灵缺的脸部 灵缺 只觉近风扑面 险些便睁不开眼睛 气势为 知一致 但他心境坚固 没有丝毫动摇 双眼一眯 借助前扑的动能 挺直腰背 快速摆臂 毫不退让地打出了一记冲拳 而对于后续的衔接 他已做好了准备 一旦与周正全的下垂遭遇 立刻施展阴阳转介力 快速打出流星镜 紧跟着 就模仿单静的爆发 完成二连击 绝胜赋予几招之间 碰 拳与拳碰撞刚升 周正全的气血精神 忽然收敛 手臂当即变得绵软 让灵缺仿佛打在了空处 让刚才威势赫赫的一记画 做了无形 血液回流 尽力 汇聚 他下腹处 仿佛凝出了一个点 一枚丹 哄 人体大丹炸开 浩荡力量喷勃 周正全因绵软无力 被对手打得弹开的 又全乎的回荡 主动迎合了灵缺的 阴阳转介力 这股力量实在庞大 灵缺一介之下 当即颤抖了身体 不由自主 往后一扯 被无形之绳 拉着连退了两步 周正全大步一迈 欺到了敌人身前 脑海内观想出了 叙事拔高的水流 配合着气血静力的 又一次收缩 与凝聚飞落 二连豹 飞流拳 瀑布 灵缺周身静力浑身如一 两步之内 就已调整好了重心 但对手早赶了上来 右拳高举 飞流倾向下班 垂出 哎 不急再做躲避和退让 他猛地吸了口气 将血液 气息和静力等凝缩成球 紧跟着 圆球爆炸 狂风席卷 鼓仗了灵缺的太阳穴 仗红了他的脸庞 肌肉压缩 手臂快摆 灵缺毫不畏惧 往斜上轰出了流星镜 碰 原地如有 雷鸣 声音震荡往外 周正全和灵缺的拳头 似乎凝固在了半空 而两人的身体 齐齐一阵 肌肉明显颤抖 周正全 未发哼哈之声 气血在脸 还暴成丹 将震荡的 感觉与静力精神 尽数凝余了一点 他脑海之内 红水奔腾 积满了艳色湖 最终冲开了大坝 碰 那一点轰然爆发 力量像是绝地的洪水 涌入了周正全的身体 在他急转腰背之下 灌注进了左边胳膊 飞流泉 绝地 丹静三连抱 啪 周正全左拳成锤 凶猛泪出 不断乍响了 沿途气流 从一开始 他就吸取了上一场 对阵楼城时的教训 不再沾前顾后 直接全力而为 为做任何保留 这肯定将 极大消耗自身的体力 但至少不会带着 正全的影响 进入下一局 要是卫手卫脚 始终考虑着 与楼城的战斗 那很可能不仅 减少不了体力的消耗 还会残留着震荡 更加艰难 灵缺飞是真正担静 自然没办法连续爆发 身体颤抖 游存的情况下 他眼神坚定 表情无拒 再次鼓掌了太阳穴 绷紧了肌肉 以流星般的速度 凝腰出拳 碰 两者碰撞 磅礴大力 汹涌 灵缺再也站立不稳 勉强使用阴阳转 顺势往后弹飞 免得强行招架之下 手臂骨折 身受内伤 而周正全未受什么震荡 早有预料 急不赶上 在对手调整好重心前 肩膀一扎 右臂一抖 将拳头停在了 灵缺的咽喉处 直到这个时候 灵缺的双脚 才堪堪着地 三连暴之威 当真能横扫 八平以下的所有舞者 裁判举起了右手 不见情绪地喊道 第二局 周正全胜 楼城吸了口气 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老实说 他没想到 周正全会一开场 就爆三连击 还以为双方会纠缠很久 不过这样也好 虽然大九哥 没让周正全残留震荡的影响 但至少自己不用担心 他的最强杀招了 伸出手 与炎哲客握了一下 他迈开步伐 走向了擂台 观众们先是一静 接着爆发了呼啸的喊声 楼城 第二百二十章 来啊 松城电视台直播间内 主持人方觉晓 摇头笑道 这场结束的 比我预料快不少啊 老干 你抓紧时间 给大家分析分析怎么回事 干乐呵呵回答 没什么 好说的 周正全完好状况下的 单近三连暴事 可以正面搏杀八品舞者的手段 而灵缺还刚刚击败了一位 强职业九品 消耗不小 这和他们上周的交手 正好相反 那个时候的周正全 立战击败了楼城 灵缺的状态 则处在巅峰 所以 今天的结局在情理之中 唯一的意外是 周正全竟然一开场 就毫无保留 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 接下来的那一局 灵缺应该感到骄傲 周正全这是拿他 当同境界的对手来看待 没必要 因此沮丧 好歹也逼出了周正全的 单近三连暴不是 接下来的楼城 不用担心这点了 方觉晓听见了导播的提示 及时插嘴道 好了 楼城登上擂台了 第三局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边看着比赛转播 一边在论坛灌水聊天的 严小林 顿时坐着了身体 调整了姿势 目光炯炯地盯着屏幕 楼城 楼城 回荡于五道场馆 每个角落的珊瑚海笑声中 林车走下了擂台 脚步略显盘山 刚才的硬碰硬 让他气血翻腾 一时难以平复 遇到迎面过来的楼城时 他微微低头 喘了口气 还差点 还不够好 虽然让周正全用出了 单近三连暴 但我应该还能做得更好 足够了 楼城打断了他的话语 主动伸出了右手 林车迟疑了一下 也做出了回应 不仅仅是机长 还用力握了一下 与此同时 他低声开口道 加油 楼城点了点头 调整着状态 大步走向了石头台阶 接下来 就要寻找乃至创造机会 给周正全当头棒喝了 当然 这是只能用一次的杀招 不能放了空 而要想完成当头棒喝 自身 在此之前 顶多能用一次冰霜镜 或者三四下阵拳 此时此刻 周正全正有条不稳地坐着吐纳 腹部一鼓一锁 喉咙里 发出了哼哈之声 眼见着楼城登上擂台 站到了对峙的位置 裁判没做停顿 举起右手 猛地挥下 开始 从上场比赛 和日常找灵缺的切磋里 楼城 确定了靠观想完成的虚招 虽然行神皆备 但还是瞒不过真正的有机避应 因此也不尝试 膝盖一直 腰胯一动 大步迈开 灯灯赶向了周正全 他没有直接扑击 而是一步步进行着 叙事 调整着身体对应的部位 紧绷或鼓掌了不同的肌肉 做好了当头棒喝的发招前准备 如果 周正全觉得自己姿势摆得太好 忍不住要来一次全力爆发的正面碰撞 那就恰好落入了自己的陷阱 要是他没有上当 这也只是身体的部分 还没进入观想阶段 消耗不了多少精力 这是楼城的第一次尝试 探似重规重矩的攻击 却暗藏杀机 蹦 蹦 蹦 楼城越踏越重 脚下的青砖开始出现裂痕 身体则在气势的加持下 仿佛高大了几分 俯视着周正全 在他转动腰背 弹出右臂时 一直静静等待的周正全动了 重心晃荡 脚下一滑 毫无烟火之气地闪到了他的旁边 抖动右肩 让胳膊如同滑桨般斜挥了出去 啪 楼城知道陷阱未成 放弃了观想 没强行使用 当头棒喝 免得放了空泡 他迅速调整了身体 腰部一紧 大腿一崩 趴地完成了一技侧踢 又快又准又狠 周正全肩窝一线 软眠了 发力 重心在当 就像鬼魅 一下改变了位置 来到了楼城的右侧 他腰背右送 手臂绷紧 以铁边的姿态 抽开了气流 抽向了对手的脑袋 果然 他在以重心如拱油斗 刚才要是鲁莽 用出当头棒喝 就亏大了 楼城念头一闪 猛的沉腰坐胯 内抵了双脚 握拳上挥 四扳四拦 碰 闷响之中 楼城右臂回荡 借来了力量 正要以暴雪24机 顺势出腿 画边抽向周正全 却发现对手重心 一晃 又一次转移了方向 让自身呼啸的狂风 不可逆转地出现了中断 难以越打越猛 越打越疯 周正全闪到了楼城的背后 勾勒腹肌 牵动了旁边的筋膜 电射出左臂 啪地一声 轰向了楼城的脊柱 这一招发力迅速 衔接紧凑 正是飞刘拳连绵 楼城腰背一摆 顺势侧身挥肘 炸裂了空气 发出了脆响 拳肘交击 周正全背部肌肉一股 右手猛冲 不留任何空隙地 再次出招 啪啪啪 砰砰砰 两人在方寸之间 不断发生着碰撞 楼城已无法接续地 暴雪24机 抵挡着对手的连绵狂攻 虽然有了上一场的经验 他不至于岌岌可危 但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准备当头棒喝了 连冰霜镜和正全 都没机会使用 站至憨处 楼城抓住机会 在架齐的手臂 挡下了周正全的崩拳后 猛地急转腰背 让周身肌肉关节 齐齐张开 发了股剧烈的甩劲 他想重施 上次交手的顾忌 利用甩劲创造出 短暂的一拍时间 以紧绷和压缩肌肉 打出正全 而一旦周正全的身体 出现震荡 不得不以哼哈之声 或还净暴力之时遏制 就是自身给予敌人 当头棒喝的机会 然而 周正全这一次 没强行回荡 顺势往旁边飞了出去 让楼城叙事待发的正全 一下失去了对象 他脚弓一弯一掌 尽力勃发 碎裂了青砖 身体紧跟着 便扑了出去 以苍蝇的姿态 追逐着猎物 并调整着肌肉 再次做好了 当头棒喝的发招前置 啪 他一步一清砖 气势凶满到了极点 而周正全仿佛脑后长眼 行云流水般地不断退后 时不时则以众星如拱变相 像是飞舞于场上的蝴蝶 一追一退 两人几乎绕了满场 而彼此间的距离 却始终未变 到了这个时候 楼城的身体 已无法再保持住 当头棒喝的对应变化 只能散去了准备 让气势随之变弱 就是这一弱 周正全双脚一扎 说停就停 所有的动能 都积蓄于了他的肌肉与筋膜之中 咔嚓 脚下轻砖一裂 他脑海内观想出了 蓄积升高的水流和凶猛 冲击着地面的瀑布 抓住楼城 短暂的气机变化 拉开手臂 电射出拳头 以炸弹轰击的姿态 打出了浩浩荡荡的一击 飞流拳 瀑布 楼城强行提了口气 心灵中浮现出了雷云密布的画面 对应的肌肉飞快绷紧 左脚一顶 腰背一凝 右臂像是握着一把锯锤 钻心累了出去 砰 楼城脑海雷云乍响 双拳凝固在了半空 一圈圈无形的波纹 急速向外坐着荡漾 而两人都感觉到了 肌肉筋膜在颤抖 五脏六腑在晃动 气息血液在翻腾 短暂难以发力 腹部肌肉如动 五脏六腑相随 楼城体内发出了一阵雷鸣 与周正全喉咙里的哼哈之声 交相辉映 双方同时以内练法 制造了反向震荡 同时的抵消了大部分影响 同时恢复了过来 周正全再次晃荡重心 又一次展开了飞流拳连绵 一旦楼城借了两三下力 他就会老道地改变节奏 让对方无法再接后续 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憨战了一阵 楼城心中一动 决定主动创造施展 当头棒喝的机会 在周正全又一次 以重心如拱 绕到他的身后时 他呼得发力 弹动腰背 往着前方 就是一个猛扑 似乎要拉开距离 摆脱飞流拳连绵 登登登 楼城听着身后追赶的脚步 开始调整起对应的肌肉筋膜 做起了准备 一旦对手靠近 立刻杀一个回马枪 咔嚓 他脚下一踩 碎裂了青砖 借势转身 便要扑向敌人 并观想坠日冰雷 打出叙事待发的一击 可是 他刚完成转身 却愣在了那里 因为周正全的距离 保持得非常好 让自己没法一扑紧跟一击 而不是那样的话 对手有充裕的时间 做出闪避 发现了楼城的呆愣 周正全微微一笑 勾了勾手指 一副猫捉老鼠的调戏模样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与蔑视 让现场的观众 和看着直播的严晓菱 几乎气炸了胸膛 太可恶了 楼城心中顿时腾起了怒火 却阴侯 跃前车之鉴 旋即又平复了下来 于电光石火之间 抓到了一个关键 周正全在故意激怒自己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想让我主动进攻 主动尝试 此念一闪 楼城当即醒悟了过来 我为什么要苦心积虑地 去创造使用当头棒喝的机会呢 只要耐心等待 这个机会必定出现 因为在周正全眼中 我的体力是变态到 几乎没有极限的 而他刚在和邻居的战斗中 完成了单进三连爆 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 如果不断重复刚才的连绵压制 恐怕我还没露出破绽 他就体力枯竭 连权力爆发一两次的能力都失去了 所以 他刚才的连绵进攻 只是为了刺激我 但我寻求机会主动反击 一鼓作气 塞尔摔 塞尔结 等到我连续失败三次 出现了低谷 就是他权力爆发 试图争胜的时候了 之前还是有点急 自以为掌握了杀招 险些就犯了错误 面对周正全的挑衅 楼城架子一摆 稳稳定住 向对面招了招手 来啊 咱们比体力